今天是三八婦女節 國內有房仲集團統計 發現全臺二十歲以上的女性 買房的能力不輸給男性 而買房的比例逐年增加 去年為百分之四十八點二 創近十年來新高 而去年六都女性的購物占比 臺北市最高超過五成 但是他們不只背高額的房貸 平均購物的面積也只有三十六平 今年七十多歲的戴小姐多年來省吃 僅用 靠自己的力量 買像新北這間二十五平大的房子 讓一家人有個溫暖的窩 只是為何不租房而選擇買房 戴小姐透露自己的人生哲學 今天你買不起一千五百萬的房子 那你就退而求其次買個七八百萬的 也許吧 也許會有人覺得說 七八百萬也是一個負擔 可是我的想法是 你要有大的目標以後 你才能夠有小確幸 根據勞動部統計 去年女性每人每月 總薪資大約是五點二萬元 相較十年前的四點二萬薪資成長 超過兩成 女性薪資大幅成長 加上新世代女性 不婚不生比例變高 少了家庭育兒負擔 女性更有能力為自己買房 有房屋集團統計發現 全台二十歲以上女性 近四年來女性購物占比 從2020年的47.2%逐年攀升 去年來到48.2% 以六度女性來看 特別是女性購物位居六度只貫超過五成 但買到房屏數也是六度中最小 平均只有三十六瓶 中小屏數 特別是那一種這個二十瓶以下 總價可能落在一千五百萬以內的 主要的標的會以這個有管理的大樓為主 因為畢竟女孩子可能會比較 專家分析隨著女性薪資抬升 加上女性投資理財觀念 較男性保守 除了自助需求 不少女性投資標的 會以買房置產或購物收租 作為累積財富的方法之一 記者原始郭俊麟雙北報導 我找到